时隔几个月,比亚迪的上响量重新超过了南美大众,登陆了全品类的第一 整个市场正在快速的回温,新能源环比增长,但是燃油车还在持续的下滑 欢迎大家收看周上响量数据报告 由于是第一期,所以我想率先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,大家不要嫌我啰嗦 首先这档栏目是由我跟书上一起为大家整理,制图并且发布的 为的就是第一时间给大家输出到整个汽车行业,尤其是新能源的发展以及每个车企的时刻的数据 对于圈内或者圈外的人都有一定的帮助 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栏目,但是我始终认为 如果在99%真实的内容里面夹杂1%的私货,这种内容是最坏的 所以我不会发表任何主观的分析,只会客观理性的将真实的数据反馈出来 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私货的存在 并且我会持续的将这个准则坚持下去,欢迎大家进行监督 23年的2月第二周,乘用车市场开始整体回暖 其中新能源的上显量为8.56万,环比增长了22.79 燃油车上显量为19.52,环比下滑了1.5% 新能源的单月的渗透率再次回到了30%以上 全品定排行中,比亚迪再次超过了大众 以31426辆问鼎的冠军 日期车在23年的试战率均有下滑 丰田、本田、日产分别为7.76、4.97和2.99% 自主品牌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比亚迪试战率11.19,长安4.81,吉利4.42 今年全品类最大的悬念在于比亚迪和南北大众的总和 谁能够成为23年中国市场的销量冠军呢? 新能源上显量中,比亚迪持续攀升 试战率达到了36.71% 超过了21年的平均表现 特斯拉本周的上显量滑落到了7000以下 降价带来的订单持续性有待观察 理想延续了去年非常强劲的势头 目前在新势力品牌里面 理想具有很强的销量优势 腾市表现还算比较惊喜 超过了小鹏几身到新势力的头部阵营当中 倍受关注的哪吒依然有很大的起伏 而问界比较可惜 连续两周没能进入新势力的前十排行当中 接下来我们锁定重点的车型 比亚迪上显量31417辆 环比增长了29.4% 插混和纯电车型分别为15370辆和16047辆 其中插混车型上显量前三的车型为 宋普拉斯、宋普罗和唐迪安麦 纯电车型前三为海豚、圆普拉斯和琴普拉斯 特斯拉上周上显6963辆 环比下滑了19.4% 其中Model Y5867辆需求比较旺盛 环比增长了8.56% Model 3只有1096辆 环比下滑了66.02% 目前两款车型的销售占比已经占到了16%对84% 理想上周上显4062辆 环比上涨了81.3% L9的势头比较稳定 本周1860辆 L81760辆 L7113辆 但是大多数都是4S间的试驾车型 理想万329辆 继续清理库存 未来3045辆 环比增长了56.3% 866老款车型的销量为 1265辆 环比增长了226% 销量担当依然是ET5 本月上显1457辆 ES7和ETG的销量环比有所下滑 腾市1457辆 环比增长了58.2% 第九DMI车型持续热销 本月销量1395辆 环比增长了61.1% 在总的销量上面 已经超过了赛纳的1071辆 排在了GL8之后 位列第二 第九的EV车型 在上周也有59辆的上限辆 小鹏上周1396辆 环比增长了43.18% 本周销量P7有532辆 环比增长了67.3% G9本周销量268辆 环比增长了21.8% 略有提升 P5本周销量399辆 环比增长33.9% G3本周销量197辆 环比增长了41.3% 问界向周的销量为746辆 环比增长了102.1% M5EV车型的销量为214辆 M5增程的销量为250辆 M7增程的销量为300辆 是目前问界全系列销量最高的车型 极客上周547辆 环比下滑了1.3% 极客001在本周的销量539辆 环比增长了29.6% 极客009本周的销量只有8台 环比下滑了94.2% 深蓝上周上小辆452辆 环比增长了4.6% SL03纯电车型107辆 插口车型345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重点车型的对比 A级家教的领域 合资品牌依然是主力军 轩逸4658轻松夺冠 榜单前6里面仅有 秦普拉斯一款活产车型 B级家教以燃油车为主 麦腾 帕萨特 凯美瑞 雅阁 稳居第一阶梯 这里我稍作解释 汉这款车型可以认作必加车型 也可以理解为C级车型 如果说把汉放到这个榜单里面 它只比麦腾少那么一点点 但是考虑到各大锤煤都把汉 归纳到了中大型轿车 所以姑且从这里把它暂时排除掉 SUV车型中 比亚迪宋家族 9329辆110先 Model Y 圆普拉斯 分列23 整个SUV销量前列里面已经被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了 MPV车型中 别克GL8以1850辆高居榜首 腾式第九冲到了第二的位置 以量和价来看 第九确实可以称得让是MPV车型中的明星车型 热门春天车型榜单中 红光秘尼因为以7812辆排在第一 Model Y 5862辆排在第二 汉、Model 3和海豹几乎打成了平手 竞争非常的激烈 另外很多人也在关心的 这个横尺5和BT4X也分别有43和34的上显量 好了以上就是2月第二周的上显量情况 如果大家对这个栏目有什么不满或者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耐心的看完的 谢谢大家